事后的话呢 这个康熙皇帝 包括乾隆皇帝 很多次来所住的一座寺庙 也就是指它是一座皇家寺庙这样子 而这座寺庙呢 在清朝之前的时候 是一座和尚庙 在清朝以后的时候 再改成这样一座 藏传辅教寺庙 它是这样一座喇嘛庙的 那么同时来讲呢 这个五台山的寺庙呢 目前而言多达有124座 124座寺庙 那我们这次的话呢 有走道有五座寺庙 第一来讲就是菩萨地 藏传辅教寺庙的一座领袖庙 另外呢还有显通寺 显通寺它是五台山当中 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这样一座寺庙 那么还有呢就是塔渊寺 塔渊寺这个地方就是 有这样一座大白塔 这座塔呢是五台山的一个标志 我们一会儿呢就可以看到的 然后呢也是当年存放佛祖 释迦摩尼佛祖史丽子的地方 而同时呢 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塔呢 它的舍粒子 买在地 放在地宫里面 目前是没有开发出来的 但目前是没有开发出来的 那除了这个塔渊寺之外呢 还有万佛阁 万佛阁是很多的乡客 来自来朝拜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里的话呢 是很多的乡客 去祈福 包括许愿 还愿的 也成为是五台当中 相所尽望的这样一座寺庙 还有呢就是苏向寺 因为我们来到了 今天来到这座五台山的话呢 它是文书菩萨道场 而文书的主题则就是这座苏向寺 这座苏向寺里边所供奉到的 也是五台当中最高的一座文书菩萨像 它的高度可以达到9.87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所以说这是我们此次来讲呢 所主要参访到的这么几座寺庙 但是五台山寺庙 多达有124座 124座寺庙 对 最中心区的寺庙 就是集中在我们今天走的那一块 但是呢 你看我们一会儿往里边走的时候 在路边就能够看到有寺庙了 对对对 文书菩萨那边是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